209 信報財經新聞 陝循陽縣致力惡名將前訪者為秋晚年 2015年7月27日兩岸消息A 20陝西省循陽縣前天被揭發其整治社會不良風氣計劃 規定凡是重大前訪、反復上訪、副省進京訪者 將被寄入縣致、留下為秋晚年的惡名 把自己和家族永遠地聽在歷史的恥辱處上 環繞球員電視台要製作評論節目 讓公眾知曉、讓社會評議 秦陽縣委回應南方都市報稱 這施針對哪些專業的鬧事者 反而對有利上訪的情況會倒渣官員的責任 內地維穩壓力加大、維穩氣下也大受歡迎 北京近日舉行的國防科技工業均民融合發展成果展中 保利集團展出名為WBI型防暴距止系統的武器 透過發射微波、加熱人體皮膚上的水分子 讓人產生出銷感、迫使人群逃離 有效使用半徑一公里,用於維穩、反恐 另外,內地維防境外Langle協助民眾維權 早前推出嚴管政策,引起外國非議、外交部 公安部前日在上海召開座談會 公安部長郭聲坤向在場多個境外Langle和各國領事強調 中國政府歡迎和支持境外Langle來華交流與合作 但Langle要深入了解中國國情,遵守中國法律 兩岸消息閃唇楊願致力惡名將前訪者為秋萬年 所以的記憶引力惡名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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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惡名原